好啦今天這部影片就不拖你帶水來 直接講為什麼我會選擇漢斯的中藝場底 其實我看中藝場底我已經看了好一陣子了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中藝場底的聲音 當時呢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中藝場底的這個行情還有價位大概多少 我就先設定了一個預算大概可能是 5萬到7萬之間 那的確有符合這個預算的中藝場底喔 但是就有一些是在國外的品牌 就是台灣沒有走帶領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實際上試 我就一直很猶豫 要不就是試了覺得奇怪 就是有一些地方就還是差一點點喔 因為中藝場底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低音域 但是有些品牌就是它的低音域就比較不容易下去 那或者就是說雖然符合我的預算 但是機械結構上面就覺得 使用久了會不會不太順呢 就是它可能按鍵的聲音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雖然中藝場底平均來說 按鍵的聲音本來就會比較大 但是那種聲音就是卡拉卡拉的聲音 就是比較不是我能接受的 那我那時候有試到15萬 20萬我覺得很好聽的中藝場底聲音 就是真的是很溫潤 然後延展性又很高的中藝場底的聲音 但是真的是超出我預算太多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那又不如我就先存錢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品牌 是我可以再去試試看的 那就在那個時候呢我就看到了漢絲 我想說原來台灣有進漢絲的中藝場底喔 那因為我也沒有試過漢絲的場底 漢絲是一個非常非常悠久的品牌 所以那時候聽到就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立刻就約了要去試這把樂器 那我去現場試了10分鐘 我就非常肯定我要定這把樂器 原因是因為呢他的低音非常好下去 這是第一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是他的三個音域都非常的平均 中藝場底通常就是高音的拉左右呢 就是已經是他的極限了 就是跟長底的指法是一樣的拉喔 但是他是高音的咪 這把中藝場底他完全可以到 長底的HighC的那個指法 都還是可以上去 等一下你可以聽我示範的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覺得我完全呢 所有的音呢 你都是可以吹得出來的 可以很輕鬆的就可以吹得出來的 再來是他的機械結構呢 我覺得是非常穩定很協調 不會有某些件特別的鬆啊 或是特別的緊 按鍵的反應呢 我覺得是非常靈敏的 再來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完完全全符合我的預算 這把我是買 我是有買枝頭跟彎頭的 大概是六萬多 那他的CP值這麼高的一個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他其實是在中國大陸 製造還有組裝 那組裝完畢之後呢 再運回Boston 再銷往世界各地 所以呢這稍微會反映在他的外觀上 當然他沒有辦法跟一把 十五萬二十萬的中陰場景去比較 但是我現在目前為止 我使用了半 大概八個月吧 半年到八個月 我每次吹完呢 我一定都會用亮光蠟 把外表呢擦得很乾淨 包含呢在按鍵的這個中間那個縫隙呢 我也都會定時用那個棉花棒 沾亮光蠟去把中間的部分擦乾淨 所以我選擇和中陰場景的原因真的是 相當相當的簡單喔 符合我對中陰場景的想像 還有完全符合我的預算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呢 這把中陰場景的聲音 那首先我們先聽聽看呢 這把樂器它在三個音域中間所謂的音的表現 你會發現呢 他三個音域都是非常平均 低音很容易下去 高音也很容易上去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在這個價位來說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的是德布希他的作品 這首曲子呢剛好 改成中音長笛之後呢 他有橫跨這把樂器的三個音域 所以你們可以一起來聽聽看呢 在這三個音樂裡面 他的表現是如何 在這三個音樂裡面 我會指出一下 他會指出一段多的音樂 如果他會指出一下 他會指出一段多的音樂 到這段音樂棒 我們在彈刻的音樂 那另外呢中音場底我覺得也是非常適合演奏一些跨界或是爵士風味的曲子 像這首很經典的《頑皮抱》呢 我覺得用中音場底演奏起來呢特別的到位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我不知道你聽完他的聲音之後呢覺得如何呢 如果這把中音場底的聲音就是你在尋找的聲音呢 歡迎在下方連結去訂購 那規格呢總共有三種 我就是有單純的指頭 那還有指頭加彎管或者是彎管 像我示範的時候呢我拿的就是指頭 那這個是彎頭 我自己本身呢是指頭跟彎頭都有購買 那其實我吹起來我不會覺得就是這兩種頭的聲響有什麼不同 其實它是一樣的 當然你自己聽會不太一樣 因為彎頭的話呢它的聲響共鳴是在這裡 那指頭的話比較是在這裡 所以你會覺得在吹彎頭的時候呢聲音好像明顯比較大一點喔 但是整體上來說呢錄音起來其實差別不太大 所以像我的身高呢是162 那我個人是更喜歡使用指頭 但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嬌小手也比較小的人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直接就是購入彎頭的版本就可以了 那像我自己呢本身呢我的如果在用指頭的話 我的小拇指呢要移去這個低音的時候會覺得比較吃力喔 我就可能需要稍微動一下我的大拇指 我才會覺得它比較容易下去 所以這個資訊也可以讓大家去作為一個參考 那以上呢就是漢斯的中英長期的介紹 如果你還有跟中英長期相關的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知道的話呢我都會回覆你 那也歡迎你們呢加入我官網的社群 或是加入我的官方LINE 最新的消息呢都會在這兩個地方公布 因為我最近呢比較少用臉書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獲取最新的資訊 或是說跟我互動的話呢都可以在這兩個地方找到我 那如果呢你們有學習場底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下次見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